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最后一组对决马上开始 天哪 阿姨也准备撞击了 我们的车已经被打出来 没有想到历史战技全数的双方比赛 在这比赛的新全数 会得到这一分的是 我们的最后一组对决马上开始 最后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 我们看到百分之百 胜率战绩的暗影 对上了来自于我们中国的白虎 会得到这一分的是 这一分送给郑爽队 恭喜郑爽再拿一分 其实蛮感谢郑爽 给我这样一次机会 有让我丢在最后 押着来去打暗影业手 我假如没被咬到的话 我觉得应该算是可以 有可能会战胜他 战胜他了就是奇迹 需要我们没有赢 可是等于胜利了 大家都没有想象中 我们可以跟他打到这样子 我那时候真的是 觉得是一个骄傲 现在我们下半场所有的比赛 都已经结束了 那毫无悬念我们的冠军 是郑爽 所以现在三个人并不立 得一分的情况下 我们要比谁的铁甲 得的第二名比较多 根据我们的继分 张一山战队没有第二名 无尊一次得到第二名 萨老师战队一次第二名 所以我们看到 在我们的下半场比赛当中 郑爽是第一名 而萨贝宁和无尊 是并列第二名 张一山第三名 那我们现在给三位经理人 时间去思考自己的淘汰名单 我们稍后为大家公布 首先有请张一山 选出两只需要淘汰的铁甲 首先我还是要感谢 我们今天所有的战友 感谢你们 首先大吹吹 还有一位 雪豹 有请狐尊选出一只需要淘汰的铁甲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团队 真的是表现得非常不错 当然比赛有赢也有输 那 霍狐 权afe 如今 golden 写出一只需要淘汰的铁甲 藉蛰 在我刚才选择之前 发生了让我没有想到的一幕 萨老师 那个一会儿先让我们离开吧 为什么 因为我想把更多的机会 让给他们 你是我战队里 唯一的一个弹射了 但是这一次 找了这个机器 唯一的一个弹射 他始终弱点太明显 轮子 大铁拳的轮子掉了 很容易被对方 希望攻击 这一次 你们不要犹豫 他们不想 给这样一支优秀的战队 带来任何 可被攻击的隐患 所以他们要求离开 在这里我突然想起 我选择的最多的是中国的战队 这项运动在中国开展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 我们在追赶 我们在努力 我们看到了今天像白虎这样很了不起的机器 我也有我的像烧烤这样让别人闻风丧胆的机器 所以我想也许今天我们还有差距 但是我看到现在还有很多孩子 13岁的孩子 已经成为优秀的操控员 等我们的下一代 等他们再站上战场的时候 一定不会再像今天这样 纠结于我们中国战队到底 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多少 所以我很开心 在我的十个战队里 有一半是中国战队 而且直到今天 他们做得非常棒 所以我也想跟我的大铁牛说 即便你们离开 我们剩下的所有的战队 也会带着你们的梦想 继续前进 OK 这位经理人 在疑惑中寻找答案 在绝望中发现光明 这是优秀经理人必经的力点 每一位定金作战过的战友 都是你们的强大部队 荣誉与失败 对于你们都同等重要 留下来的三十支铁小战队 要面临的将是更残酷的挑战 带着团队给予你们的温暖能量 重振起轨 准备开始新的战斗吧 使用更残酷的红射 继续前进 残酷的铁甲之战 只有紧密合作才能让大家走更远 迈向战场之前 你们将有机会将对那一只铁甲保送进击 同时你们将快速学习如何操控这只铁甲 你们将操控自己战队的保送铁甲 完成一场心理人之间的战斗 请根据你们对自己以及铁甲的了解 选出一只保送铁甲 好吧 保送一只 肯定就是要弄一个 就看起来比较轻松的那种 拔到别人拔自己就会 有可能会弹走 操控有点难 如果这个时候给我一个小遥控赛车的话 我一点都不弹走 但是这是一场比赛 我就怕会伤害到他们的机型 你这个也是一台机器 一个遥控器控制 目前是一个 当然我要去了解我每一个铁甲 哪一个是我自己觉得我比较有把握的 所以虎爪和忍者这两个 你们觉得哪一个 在有限的时间里 你必须考虑的是哪一台铁甲 你能够和它比较好的融合成一体 请张一山经理人 宣布被保送铁甲名单 我保送的是空间站 因为空间站对于我们而言 它被人积翻了 它被人怎么样了 它一键可以反弹回来 我就可以接着走 我们站队保送的铁甲是 忍者 因为最后虎爪也非常客观地告诉我 因为他们是高速旋转的机器 需要经验极其丰富的人来掌握他的动态 相比之下 忍者就更好操控一点 我保送的是 郑富奇 了解了他们控制的一些方式 我觉得这副集是我最重的选择吧 郑爽经理人 请宣布被保送铁甲名单是 铁甲带吗 真的是铁甲带吗 我选猫王 猫王 他又改了是吧 我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万一给人家自己弄坏了呢 联盟之战 是合作 也是一场博弈 认真了解联盟规则 才能做出最有利的选择 二十六区会被保送的铁甲 争夺十三个晋级名额 四位经理人 两两联盟 首先进行五场二对二联盟淘汰战 每场格斗打开时 斗龙的陷阱机关将开启 三分钟时间内 要用陷阱更多的 会被裁判宣布失败的联盟两只铁甲被淘汰 反之禁停 五场联盟战会出战的铁甲 争夺剩下三个晋级名额 战斗规则相同 战队的命运将不只掌握在自己手中 请谨慎选择你们的联盟对象 听到这个规则很紧张 而且我也知道 这个规则就是为了我跟无尊而定的 我抱着一个比较坏的打算 因为张一山跟郑爽是学姐学弟的关系 就觉得说 假如没有郑爽 那可能是夏老师 那假如他们把战队上推给我的话 那我就不录影就回去了 请四位经理人前往密室讨论联盟分组 密室弄得那么紧张 不就我们四个人万有小黑屋里吗 我现在就可以宣布 我将和郑爽结盟 我们俩加起来十八台机器 咱们揉开一点好不好 我们上两个人 因为你现在是最厉害的 这是无可厚非的 对 大家都想跟你一起联盟 所以你要跟谁联盟啊 我认为郑爽应该选五 因为他是我的师姐 是希望跟郑爽能够联盟 希望天保佑我 所以我选无尊 有点心里面很爽 可是又不想表达出来 还是要低调低调个技术 不然旁边两个 一定要喜欢的脑 为什么 给我个理由 是因为他长得高 还是因为他长得帅 是因为我们俩没有他高 还是我们俩没有他帅 他因为他长得又高又帅 我就是觉得 他需要帮助 他需要帮助 我 我也跟他剩的是一样多的 我们俩是最少的 为什么我都不需要帮助呢 我那么瘦 我跟你讲是这样 爽 现在不是说 你要帮助无尊的问题 为什么 如果你想依靠 自己的战队的实力 强大的实力来帮他 你只会反而 把你们两个的实力 都往下拖 所以先别着急 做你的选择 你这样 你可以想一想 无尊队都有哪些 铁甲 这么就有 无尊队都有哪些铁甲 你可以看一眼 他有几个是几乎一样的 这个 这个 这两个都是转骨型的 沙老师 我只能说 你不要再洗他的脑了 哈哈 你洗脑很辛苦 你知道吗 不要再洗脑了 哈哈哈哈 我觉得 沙老师的这个套路哦 哇 哎 快来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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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我吧 你选我吧 哈哈哈哈 咱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你是我师姐 咱俩必须要团结起来 咱俩必须要团结起来 你不觉得我呢 团结起来 你也不要再洗脑了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我聊聊聊聊我们学校那点事不行啊 你要 出身同盟 我跟你说 你要出身同盟 不要同一个学校对攻 没有意思 我们两个人团结起来 去去打别人多好啊 对不对 自己的语言能力不好 然后很难去讲出很好的理由 然后去说服一个人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哎呀 你拿我的肌肉出来吧 哈哈哈 所以你今天也是因为他穿这个颜色 你也穿这个颜色 是不是 你看看咱俩多配 你有你有企图心 你看有目的 不真我有 你不诚恳 我有一只更帅的衣服 但是我听说你要穿这个 我我才换了这个呢 你知道吧 哈哈哈哈 哎你什么星座 天明 你天平 你你爽呢 我狮子座的 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全世界最不合的两个星座 走在了一起 嗯 哈哈哈哈 狮子配天明 干啥都不行 就绝对 血型也不合他们俩 你有知道我什么血型 反正你们俩就是血型不合 就是不合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什么血型 我我不说 我不说 我怕透露你们的隐私 哎呦喂 刚才我都已经跟你很推心之父的 说了一些了 为什么 我是处于情理 你去去跟你聊这个事 其实我来这个节目之前我就想好了是要输的 但是我觉得我遇见你以后 我就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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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选谁呀 我选无尊 哈哈哈哈 我就是一山和大老师都属于能把一些负面啊给消化掉的那种人 但是他都有的时候不会不会讲那种比较老好人的感觉 哈哈哈哈 我觉得好心有好抱吧 到最后就是真的是谢天谢地 郑爽他很坚持他的这个决定 所以现在他们两个既然都愿意在玩 而且咱俩也很也很默契 也很佩服的也很默契 咱俩是可沟通的 有可能他们俩沟通沟通的就起内红了 对 两人上去以后就自己都跳坑里 就撕破脸了 那最后上场以后他们互相打起来了 互相在台底也就砸机器 没问题我跟张一山绝对好 我们现在都可以排兵部阵 你瞧瞧张一山 这剩下的就多啥呀 我觉得咱俩有戏 萨老师不变那么悲观 张一山你数什么呢 咱俩合吗 太合了 你数什么呢 我数羊 你呢 我也数羊的 羊羊得意 羊羊自得这叫 对这羊羊自得 羊入虎口 咱俩没有数虎的 山中无老虎猴子成霸王啊 我是霸王 山中无老虎 头子成霸王 头子成霸王 所以 有点伤缘气 这个环节 这一轮现在就差看首相了 来我看看 怎么样啊 什么都用上了 星座血型 属下 连连民间谚语都出来了 那就我们现在就定了 就怎么着吧 也毫无更改的余地了 说我挺不耐烦的 想说为什么还不开载快诗 错不及待敢干他们打的 呃 郑爽跟无尊 一个联盟 我跟张一山 一个联盟 刚开始有点失望 我说了 所有人都想跟着他跑 但是 我跟萨老师在一块吧 他也是一个有很多计谋的人 所以我们俩在一块 未必效果不好 那我觉得就我们队伍 能和前队是最好的 他们兵前马赚的 我们和他在一起的话 应该胜率更高 整个的预测的话 感觉就是要 是要所有的这种气氛 和萨贝宁老师的 呃 战队联盟的话呢 我认为 对我们来讲 获胜的希望就非常的渺茫了 因为他们战队里面 我认为只有两顿 上好这一台机器 还有一定的战斗力 四位经理员经过商讨 分为两组 分别进入各自密室 决定下一轮出战铁甲 每轮各组需出战两台铁甲 各组第一台铁甲 将在密室向对方公布 第二台铁甲将在现场公布 战斗结束 失败的两只铁甲 全部淘汰 并且交还对挥 首先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按照我的方式来 我听听 我们先来做表格 好的 这样的话一目了然 好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我的拳王啊 他今天可能有点故障 然后我的空间站被保送 什么叫惨 惨的定义就是 本来组合就一般 现在他的队伤了一个 我的队伤了俩 上不了场 所以他们全部有几台 八台 十四台 他们不重要 我们只要把自己上去 那是不是要把我的先放出来 我觉得也可以 选我的 可是不要让他们知道说 你会出哪一台啊 因为他们知道你要出哪一台 对不对 他们就会针对 他没有可以针对我的 他没有可以针对我的 确定吗 确定 好啊 那就那就放你的先吧 哈哈哈 因为我的机器比较厉害了 那我就是积极的去 掀出自己这边的啊 我的初衷就是想 在自己的协助下 我想让他的机器都进行这样 而且咱们俩还要把机器的类型 搭配 我的毛雨顿 我想让他去刺一下战斧 狂战斧 那只有大黄蜂和拳王了 但你拳王又有毛病 那就大黄蜂的 我觉得你这一台啊 陆坑的这个很强 我想选爱营叶首位 哇 第一台就选 选爱营叶首位 哇 太棒了 把他调出来了 正常就是一上来 先把他弄出来 先吓唬咱俩 咱俩关键也不怕 因为后话够摔了 那如果说这两天 我全输了的话 我是不是就回家了啊 不是 我就是 咱俩可是绑在一块的啊 我打个比方 别做这种假释太吓人了 我打个比方 我打个比方 什么叫哀兵必胜 你知道吗 你只要心气起来了 绝地反击 至死地而后生 对 我们总会在最深的绝望里 看到最美的风景 现在怎么开始自己 玩命喝鸡汤啊 干了 搞一碗 第一个是大黄蜂对吧 对对对对 可以的 我们第二个是这个 这个最好今天不要出 他今天是怎么了 我刚才问他 他是说ok没事 假如他还有时间 再调得更好的话 那明天是最好 我觉得他比较合适 本来我想说 两台就是那种很有攻击性的 换那一种 比如说像侠客啊 还是黄河上车那一种 可是我觉得他蛮坚持的 所以我就相信他一次了 欢迎来到 优优独播出的 这就是铁甲三星 Galaxy S9 一秒定格960个瞬间 本节目由三星 S9手机首席冠名播出 514天猫超级品内域 智能玩具智享同学 本节目由天猫 升级你的生活 独家负重支持 上天猫古迹 发现全球玩家装备 一起玩转世界 大家好 我是方苍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大卫 同时也欢迎我们的 四位明星经纪人 接下来我们这个季度的比赛 将会以联盟为三位 独尊 郑爽是同一个联盟 张艺山 萨贝宁是同一个联盟 没跟我们说 差点给我晃下去 你们俩没看见我们俩 有什么变化吗 跟刚才 你们有什么变化 看我这 你们两个和谐了很多 感觉 红红红红 我们俩红红红 七开得胜 我们俩现在这个队的名字 叫消防队 这名字咱们还有时间慢慢小 但是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 其实在我们整个斗龙当中 听说也有更厉害的地方 请开启全新的陷阱机关 三分钟格斗中 洞龙内陷阱机关将开启两次 第一次掉落陷阱后 铁甲将暂时失去格斗资格 一分钟后 陷阱升起时 可继续发起攻击 第二次陷阱开启后 直至格斗结束 能停留在陷阱中铁甲更多的联盟 宣布失败 即刻淘汰 若格斗结束时 陷阱内无铁甲 或陷阱内双方铁甲数量相等 则由裁判进行判定 这个陷阱机关 在今天在这个阶段 整个比赛当中 都有非常重要的评判作用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两个联盟 和之前的比赛一样 每个联盟在这些比赛当中 都有一次可以喊技术暂停的机会 每一轮比赛当中 如果这个联盟输掉的话 你的铁甲将会在这一轮立刻淘汰 所以说马上就要公布 第一轮出战的铁甲 张一山跟萨贝宁组成的联盟 派出的铁甲分别是 大黄蜂和阿姆争贝 郑爽跟无尊组成的联盟 派出的铁甲分别是 岸贝宁组成的联盟 和阿姆争贝 赢了吗 这把赢了 这红维组不是白带的 台湾笑 他们拿了一个电风扇 拿了一个红织 变成的贝宁组成的 我刚才看到这个 恩争贝宁组成的 这个名字 我觉得对方不管是谁 这个券已经在握了 我认为我们选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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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我们的招待 我们想起来 他们想起来 联盟战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么我们现在把现场交给赛事解说员 网涛小层 让我们有请 第一组联盟战队出场 欢迎来自英国的大黄峰 同样来自英国的黄忠惠 暗影猎手 我们有请郑爽无尊联盟 请准备 张一山萨贝宁联盟 请准备 比赛开始了 他们首先要绕住大坑 暗影猎手 暗影猎手抓住大黄峰 他咬住大黄峰 卡 大黄峰从暗影猎手 嘴里逃了出来 他似乎喊着 不要咬人家吗 让一下 但是阿姨也说 穷对不扯 他似乎在说 你不让你咬 我偏要咬 而那边巴不中位的大锤子 也两次击中了 欧币 欧币在干什么呢 欧币你不能这么温柔啊 漂亮 打他 欧币回上了 这场比赛输了的话 就直接卷铺给回家了 欧币啊 你转不如手 就看几次才无厉害 欧币啊 像一个大姑娘一样的羞涩 他不断地左躲右躲 大家都是成年铁甲 何必这么害羞呢 羞涩的差点 自己掉线领里去了 还好退回来了 欧币感觉 稍微有一些失去同事了 欧币 暗影猎手成了 狐夸之者的大喊 就放开那个欧币 然后开始攻击 把个中位 暗影猎手 疯狂地去咬 把个中位咬到了吗 暗影猎手咬住了 咬住了 把个中位在中国的挣扎 他们追死哪知道 他们追死哪 不能把他小子陷阱 推下去 推下去 哇 哇 哇 入坑了 入坑了 哇 哇 哇 现在明显 郑爽和无尊战队领先 跑在第一次掉临陷阱 只是行动受阻 两分钟后 再一掉临就危险了 暗翼烈手再一次咬住大黄蜂 大黄蜂的零件也被打下来了 摔摔摔摔 撞上了蓝牙棒 我的天哪 好疼 我们注意到巴姆忠位要回来了 现在冲已经升起来了 大黄蜂已经动不了了 巴姆忠位回来了 但他有一个人面对这位斯均纽合 叶牙穿刺太恐怖了 真的太恐怖了 爱姨烈手继续地想咬巴姆忠位 有没有机会 差一点点 砸他 巴姆忠位 现在是巴姆忠位和爱姨烈手的较量 砸他 再一次咬住了巴姆忠位 陷阱又开始加沉了 爱姨烈手咬住巴姆忠位 他似乎在说小燕你忘了两分钟前的感觉了吗 咬进去了吗 咬进了 奥特区 进去了吗 出来 下去 出来 巴姆 俗话说得好 好的天甲不会在同一个城掉下去两次 巴姆忠位要是再掉下去 他们的联盟就危险了 巴姆忠位被放到桑林里 K.O.K.O. 比赛就这样结束了 恭喜正双无尊战队 YES 没办法 那这个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你要不要 要不要了 我确定正双选了一个 我觉得这次才是属于我对得起自己经理人的职位 才把他自己真正的顺利给展示出来 OB战队几乎今天是在旁边看着 爱姨烈手 把另外两个对手给打倒了 大家会觉得说我真的是减大一个便宜 所以我跟他们说 你们怎么样 就是不要 要稳 要持续到最后 不要被人家打到坑里 不要K.O. 那我觉得就机会就能够 恭喜无尊跟郑爽的联盟 OB战队暗影猎手竞技下一个阶段 恭喜无尊 嗨 我期待着我们的暗影猎手 和OB在后面有更精彩的表现 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队员 那么在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来自于张一山和萨贝宁联盟的 大黄蜂和巴鲁中卫联盟战失利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直接在现场 淘汰这两支队伍闹灭邀请 几位队员把自己的徽章交还给你们的经理人 我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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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的最好 你做的最好 对不起 没办法 他们是最棒的造型 我觉得巴鲁中卫当时 这是我在这个环节当中 做出的一个非常不谨慎的决定 我不应该把后面可能有所作为的铁甲 过早的推上盖上 所以这个责任我承担 又离开了一股队员战友 确实是心里有难过 输了那么多 还是打起精神把后面的比赛完成 我怎么感觉我现在在考虑的是下一个让谁死 太难 真觉得这得看郑爽他在选哪个 第一轮打完结果是这样的 只剩他俩 我们那俩淘汰了 我就三个能用 你想郑爽这几个 我的天哪 弹射急速代码狂战沙尘暴 随便揪出哪个来都可以吊打我们 他们还生什么 他们很多圆的 圆的你看 好 推土车你觉得厉害吗 推土车他的攻击性不大 他就是把你推起来夹一下这样子 我认为推土车的这个类型是他们欠缺的 感觉是会推别人的感觉 所以我就选了推土车 因为无尊跟你的状况差不多 他没什么可选择 但郑爽可选择太多 所以有没有可能你先出一个 我无所谓 我说实话这三个我哪个都也就这样了 先出就先出 我没有压力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清歌队公布第一支出战铁甲 他果然是先出的 对吧 他想了一个很弱的 所以他一定会要一个比较 比较强的 他这种我们应该要怎么对付啊 你的 当然好对付啊 就是怕大家也突然出了一个 厉害的 他们现在就这个比较厉害 说不定他会出两根烧烤 他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嘛 但是在这次比赛呢 我觉得他蛮怕两根烧烤 我真的怕他一下子派出了红色烧烤 派 这样子散发出红色烧烤的没关系 这次我真的很认真 必须得赢的感觉 所以我对自己选出的铁甲有信心 经过了商议之后 我们的两组联盟 已经给出了他们新的派基决定 那首先我们来问一问 吴尊和小爽的这个联盟 在这一轮商议过程当中 谁的意见比较占主导的位置 其实我觉得郑爽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对铁甲非常了解 所以大部分听他的 我们另外的这个联盟呢 一山跟萨老师 我们主导的主要是看 剩下的机器的数量 对的 我们就剩这么几台 也没啥可主导的了 来 我们现在公布一下两组联盟 这一轮的派基 张一山和萨贝宁的联盟 派出的是毛宇盾和两顿烧烤 我非常愿意为小爽出战 不单单说是一场战役 而且更多的是为了把这个尸体打完 同时拿下的一个 两顿烧烤对付强者 他会有毕生的把握 哇 赌队了 郑爽够识到他们会派两顿烧烤 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有意识到对方的一些策略 我们看到无尊小爽派出的是 派出的是 推土车和急速代码 急速代码 我就说他会派很强的 他会把稍微一般的留到后边 用一个强的带一个弱的 因为正常手里剩下的这个好机器太多了 所以我们都有心理准备 无论他派出哪一个我们都不会太惊讶 来吧 来吧 玩吧 来 我们第二轮比赛马上开始把现场交给王涛小仓 让我们有请铁甲出场 欢迎美国选手急速代码 中国的推补车 一定要来自中国的两岁商堂 我们刚才跟那个毛雨顿商量了一下 他们对付推土车 咱们对付急速代码怎么样 呃 是是 我的建议就是 不需要KO他俩 只要最后结束的时候 对方有一个在坑里 我们两个阵 只要在上面 而且都还能动 就赢了 这就是我们的最低目标 我们有请正上无尊联盟 请准备 张一山 萨贝宁联盟 请准备 比赛开始 推土车 推土车记住哪家墙 请叫无尊和正爽 好 哇 推土车表现超牛 哎 三秒不到吧 就进堂 因为我打对方一下 立刻把自己就弹到堂里去 加油 目前场上出现了一位二的情况 两队上高好像在想办法 准备进攻急速代码 哇 激速代码太厉害了 哇 好 两队烧烤被急速代码打住的火花烧成了烧烤啊 两队烧烤的皮带被急速代码切断了 两队烧烤好像失去了战斗力 烧烤 龙龙龙龙 应该可以 请 请 拿点 看来刚刚这一撞 对两队烧烤来说是致命的 加油 两队烧烤在移动 他还能还击吗 伤痕累累的他似乎很难再反击了 抓住 抓住 带你撞下了急速代码 抓住 抓住 两队烧烤自战时的袭击给陈俊带来了新的期望 只要急速代码掉入陷阱 张玉香大贝赢的忙 就极有可能获胜 急速代码会不会掉入陷阱呢 啊 到 急速代码在陷阱边缘挣扎 他会掉下去给对方赢的机会吗 加油 加油 急速代码回来了 哇 刚才急速代码被他们掀翻了 差点入坑 哇 你呢 毛雨顿还能打吗 哇 现在张一战战队的毛雨顿升起了 毛雨顿能来收的残局吗 毛雨顿就靠你了 我还有机会是吧 毛雨顿上来 开十八公司工啊 哎呀吧 两个人都是全转型 这是双胞胎啊 哎呀 他自己撞到了狼牙棒上 但是毛雨顿没有能够转起来 没有办法对急速代码造成压力 哇 哇 哇 天呐 刚才灵界崩到了我们的窗上 太激烈地疼转了 这个急速代码 它的一个全转性能太强大了 是啊 破坏力超强 我们觉得我们的解说机 都不大稳了 太危险了 现在急速代码在蜂褒地进攻 毛雨顿没有能力反击 因为他的武器没有办法转起来 哇 毛雨顿已经是被打到无法行动了 毛雨顿无法行动了 毛雨顿无法行动 一 下一步秒了 根据比赛规则 无法移动的贴甲 在裁判独十秒后 判定KO 六 七 八 九 十 就是KO KO 恭喜重上无尊战队 恭喜推土车 急速代码 急速代码真的太强了 太强了 感觉又是他在carry 然后推土车场 对啊 啥不弄 真的啥不弄 没有配合 没有 毛雨顿上来就自己掉进去了 那没办法 等一 头一分钟就是烧烤一个人在打 没得玩了 没得玩了 好 这一轮的结果已经产生 恭喜无尊跟正爽联盟的铁甲 急速代码追土车获胜 并进入下一阶段 好 哇 水蛋好准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OK 那在我们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非常遗憾地宣布张一山和萨贝宁联盟失利 所以我们要即刻淘汰毛雨顿两支烧烤 我们请两组队员把队灰交还给你们的经理人 我笑着一个遇命 你仍然为了弱 你为了那么恐怖 但是没有人来听 因为没有人来看 因为没有人来害怕 辛苦了 辛苦了 在后面想过来 老师我最高兴的是能跟你在一起 已经非常棒了 抱歉 抱歉 没事 尽力了 没事 尽力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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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所以如果你想问我 我希望你去认知 我们自己真的很好 我们自己真的很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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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难受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好 因为是值得被留下的一个团队 我们看到其他两位经理人 也来和他们告别 我们也邀请现场的观众 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 送给毛雨顿 两顿烧烤来做我们中国的天下 非常出色的表现 选哪个呀 你拿主意呗 我都行 我听你的 是因为本身选择越来越少 实力相差太悬殊了 你这个东西靠信念是很难去取胜的 不要都摆上 这个出不了战 这个也不行 你这样 你听我讲 要不这一回你先选 然后我针对他们选的那第一个 我来下我那两个 我也真没得可选 我想知道对方他们也这么凄凉吗 他们很开心 所以下一场的话绝不能心软 下一场我就是有两台铁选 就是侠客跟猴鹤战车 我已经有计划了 你已经有计划了 请各队公布第一支出战铁奖 我这边出了一个不是那么那个什么的 我跟你说啊 他们现在就是主要玩硬的了 全是无尊心来 然后他看着我们两个人 因为我们可选的就这些 他们一猜就知道你要选哪个 那我就针对侠客出一个就完事了呗 对吧 我的贪吃蛇 他一定是要避免高的 我的土星人明确跟我说了 他要避免竖转 然后呢 他比较客垂机 晚安了 晚安了 我们要不要照个技术战警 现在可以交吗 可以 我们势必最起码要拿下一场吧 因为我觉得坎坷太多了 我必须要考虑到我们的队友 所以我很紧张 我其实内心是非常想拿下这样的比赛 选一个队长 我觉得我选贪吃蛇的 那就把我的鞋杠请点叫过来吧 两位我们中国的兄弟 现在局面就是这样的 两个队长 你们认为在贪吃蛇和土星人当中 如果郑爽出狂战斧 咱们这边是军队爸爸配谁比较好 咱们这边是贪吃蛇比较好 你对狂战斧大概胜率有多少 三四成 土星人呢 你觉得 土星人打狂战斧也比较吃力 因为它这个狂战斧 它有前面的一个大铲子 和这个弹射一样 它比较克制横向选择 如果是弹射呢 比我的机器打弹射没问题 但是我们只能找是概率比较大的 因为大家都是盲选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选什么 我建议下场推贪吃蛇 那好吧 我们就贪吃蛇了 不考虑了 在我们最需要获得一场胜利的时候 我把这个机会留给了贪吃蛇 因为在跟他商量的时候 他非常淡定 他一点都没有给我们一些负能量 什么晚上冲过来说又烧了一个 上级就自爆 这是故意来考验我的心态的是吧 他们这一次不知道会派哪一台 我已经预料到了 确定吗 确定 他会出这个 贪吃蛇 我觉得 这个 我们出这个他们会出什么 哇 你要出这一台 这一台最帅的 这一台他们看到他们一定怕 我们选的是 我们现在比赛继续 究竟这一组 我们的两个联盟如何排兵布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福尊小爽派出的是 霞克狂战斧 真被我们说中了 我完全就崩溃了 狂战斧之前真的是 痛揍了一顿我的拳王 拳王感觉根本就没有任何环境 他的武器这么都转不起来 我对他心里是有很大负担的 张玉珊 萨贝宁 派出的是 008和贪吃蛇 我猜到对方 他们会出贪吃蛇 贪吃蛇是一个 比较厉害的对手吧 他应该是怕 凿击类型的 所以 我觉得 狂战斧很合适他 究竟有没有可能 就在这一组来逆袭呢 我们事物以待 接下来我们把现场 交给我们的赛事解说 王涛 小餐 让我们有请第三组 联盟铁甲入场 加油 现在对面 对面一看就是俩大家伙 你说他怎么可能 把他举起来不可能 那就按这个战术打吧 你只能这样了 你看我说实话 上来反正就是 这不是我打消气焰 对 客观来讲还是打不过 客观来讲还是打不过 也肯定是打不过 只能是 期盼着场上能有 奇迹偶然的状况 有点心如死灰的那种感觉 我的一分一秒都是煎熬 我记得探吃蛇之前打的时候 他们都一直赢啊 没有输过啊 我记得呢 输过 有吗 他跟侠客打的话 他打不过侠客的 是吗 侠客觉得说他 他有一点点难应付 你为了 简单准备 郑爽无尊联盟 请准备 对我来讲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一瓶冷水浇在头上 屋楼偏浮成连烟雪 雪上加装 坐着冷死的那个意思 可以打可以打 打吗 打吗 好 比赛开始了 自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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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净蛇居然打到了 玲玲环 又自惩了 打他 过 离灵 到底打了好强啊 好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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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吃蛇又自己跳入了坑里 彻底没行 我们俩先低降地庆祝一下吧 太强了 现在就等着贪吃蛇恢复 一分钟时间到 他就能重新启动 狂战不在边上 虎视眈眈了 马上要伸上来了 加油 探吃蛇 探吃蛇马上要回来了 探吃蛇手手心发展的进攻 这车居然加起狂战普 重重地撞在了围栏上 啊 到 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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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好 现在 探吃蛇遭到了良者的围绕 探吃蛇得用一些战术 探吃蛇在逃 狂战普又找到了探吃蛇 他防抄 黄战普被队友给撬了 漂亮 小心呀小心绑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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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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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聚者太不容易了 一个人对着俩 向天上一套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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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聚者想逃跑 夹克紧追 漂亮 三聚者了不起的三聚者 三聚者太帅了 太帅了 他把头都不夹去了 夹克紧追 我太精彩了那个让你 Motorola 是 一下 一下 加她 一下 加她 我一直想适的 pushedを再夹 启克从即可 背后十antis 高极启和 抓到奖林 踪进去 運到奖林 走 弘战促 只有把三聚者推入机关 才能生力 essa affinity 宋敬天 杀 杀 还有十秒的时间比赛就要结束了 杀 今天晚上到还在打 王战龙连续的突击 看清楚毫无畏惧 杀 杀 时间到 杀 杀 杀 你刚开始太紧张了 刚开始太紧张了 太紧张了 刚开始太紧张了 我特别激动 真的是我 录这个节目这么多天以来 这么多期以来 会激动 我的手都麻了 我们赢了 觉得这个胜利来之不易 而且是期盼已久 因为前两局 对于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这个胜利来得太及时了 你太激动了 哎呀我都让你走 让你走 你不听 这叫我们输了 叫做坑里去了 Oh I'm sorry What happens now Do you know how the judges work? Because obviously he went in the pit 对 So Sorry That's ok 这就是铁甲三星 Galaxy S9 一秒定格 960个瞬间 本节目由三星 S9手机首席冠名播出 514天猫 超级品类域 智能玩具 智想童趣 本节目由天猫 生机你的生活 独家互动支持 刚能提醒 现在打开手机淘宝摇一摇 就能召唤出铁甲PK的第二战场 为明星经理人加持 及铁甲卡牌 听手速对战 就有机会炸出大量 天猫黑客气 一元领的蜜天 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 这一轮的结果 大卫 恭喜张一山和大卫宁的联盟的 铁甲008 担持手 该去拥抱你们的经理人 去拥抱你们的经理人 恭喜你们获胜 哎呀 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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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八一难 我觉得我们的摩耐已经经历了不少了 所以我们能够取得一场九位的胜利 我们很遗憾 要请霞克和狂战斧的选手 把对辉交还给你们的经理人 谢谢 谢谢 这是郑爽队淘汰的第一支队 对 抱歉 狂战斧被拒 被举 都不怕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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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曲狂战的舞蹈 这是一曲狂战的舞蹈 虽然我们战队也在目前是比较落后的 但是 比赛还没有结束 我们的心情依旧在 武尊队的侠客恭喜获得一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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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 终于得一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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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损失的侠客 是我自己 觉得队里面我最想 依赖的一个队友 然后也害 在郑爽失去了他的狂战斧 我们把狂战斧淘汰了 对 我们相当于淘汰了他们两个队当中相当厉害的一队 对 所以武尊这一把损失的比较大 你们知道前面两分钟你们赢了 你们后面的一分钟你们防守了 拜托你们 下来拜托你们 拜托你们 内心是有点 内疚啊 让大家失望 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失误 导致我们 连累了自己的队友 所以在这里说一声抱歉 对你们知道你们赢了 到最后你们就不应该去冒险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你一冒险就害了你 对对对 好 你有什么想法 感觉还挺可惜的 可惜的 有一点内疚 我觉得狂战斧其实有一点点是被我们连累的 所以这一局你要先出哪个 我也只有两台了 真的是哪个实力强 其实我觉得出我的比较好 因为他们都知道说 我我只剩两台嘛 那很容易猜对他们在讲 你的比较难猜 你先不要出我觉得 先跟你说好了 我剩下这俩都打不了无尊的 谁打得了谁打不了谁都已经无所谓了 只要往坑里顶他 跟他一块摔坑里都行 对了 你觉得咱俩怎么组合好 你先出 我毕竟还剩四个 嗯嗯 他们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会出哪个 金哥队公布第一支出战铁奖 我就上土星人 红河 战车 哦 选的土星人 土星人哦 哦 他们有两台横车还没出啊 很有可能有一台 肯定有一台 对 有 红河战车 你看他又是先拿无尊的试手 根本就不让我们对争下药 我是针对无尊的红河和白虎 我的都能打 那就干他 你要放这个啊 可是你这个的跟我的这个也是竖转吗 对不对 嗯 对不对 对啊 因为他们现在都是 都是很转 都是转的 所以这个把第二个 把他 马上要进入我们下一轮的联盟入坑 那在这里呢 要请上我今天的小助手 Bixby 嗨 Bixby 请为我们的站队经理人们加油 鐵甲鐵甲金哥金哥 有点溜溜溜 fakry 全场全场看他秀秀秀 秀 亲妙步阵霸异 абро 对手连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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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队长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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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队长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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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Bixby 也 sna ly进行我们的下一轮联盟入坑 回数之后 姨丁山和萨老师的联盟 取得了这一次的胜利 两位有没有信心 在这一轮再次奔回一局 黄沙百战穿金奖 不破楼兰终不还 一鼓作气 乘胜围急 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保全自己的实力 小嫂和无尊 有什么要和他们对应的吗 我们都行 好的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组 张一山和萨贝宁的联盟 派出的是 土星人 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 他的信心很足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 拿下一分 无尊小爽派出的是 红河战车 鸿河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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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 很好的手 我们很肯定在这一场 鸿河战车 鸿河战车 我说实话 我没有那么十足的信心 因为正常单队的铁甲确实实都很强 我跟萨老师看起来 相对实力 处于略识一些 我觉得我们是 应该是蛮轻松可以赢的 这一场比赛 我觉得他正在 跟她最擅长的运动 让他们得胜 我也很幸运 我们跟我们一起合约 我觉得 确实从某种上来 有点发大腿的意思 我们的表现也不差呀 为什么就抱大腿了来 为什么不是别人来抱我们大腿来 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我就感觉心里面很不服啊 就论贡献的话 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让我们有请第四组联盟铁甲登场 加油 我们有请圣赏无尊联盟 小艺山大贝宁联盟 请准备 比赛开始 英国屋直接上线了健康青年 天呐 英国屋入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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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哇 入坑了 入坑了 这么早就入坑了 他要在一分钟之后才能扶上来 是啊 对啊 他们结果一上来就通坑了 我觉得红博这时候有点猛 就是大腿为什么一上来就瘸了 我们当时有点焦虑 但是我们其实对自己实力还是觉得很烦 我们肯定是有信心拿到另一半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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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我竟然能转回来吗 他 就不就散步过来了 追 没过 来哦 打 喂 漂亮 打他 打他 干掉他 哇 太帅了 打他 恐惊员被撞碎了 他好像已经被切成了鞋 打了两半 哦 他动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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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英国屋要起来了 加油 那好 那好 比赛还剩下两个分钟时间 开门放英国屋 打 他都在想吗 我前面是还会呢 是 英国屋冲下了鞋杠青年 他是要来复仇了吧 看着他们 看着他们 啊 啊 啊 天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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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天哪 英国屋把斜杠青年 彻底打碎 哇 英国屋起来之后 好凶残啊 斜杠青年 已经没有办法行动了 KO完成 KO完成 英国屋这场看得很爽 哇 红色战车 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耶 我觉得这次赢得 真的是超漂亮的 所以啊 再一次就是跟那些朋友 说我们坦赢的呢 看这场比赛 明显我们真的是有实力 我看斜杠青年 是被切得最惨的啊 哇 某话可说 我只能觉得就是 实力 确实实不如别人 但是我觉得大家是 一个战队的 我们要共同去承担和承受 这个失败 星红 红 上红和战车 恭喜屠资 红 河战车 正 爽 屋 获胜 并进入下一阶段 恭喜 恭喜 好 我们在下一场赛 我们会比较比较来 比较过的比较比较比较 我们今天表现了 Cindy很开心 但是我当时在心里想 正常的这么多钱都留下来之后 到了后面的比赛 肯定我们还是要遭遇的 按照赛事 我们要请失败联盟的两支铁甲 队员把你们的队灰归还给经理人 继续加油 好好 谢谢你非常感谢 对不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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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做得了你的好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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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想要回家 我们很高兴 我感谢 想把会长交给萨老师以后 其实很失落地离开了人 进场通道 返回了维修局 然后把几次盖上了布 离开了赛场 高能提醒 现在打开手机淘宝摇一摇 开启贴甲第二战场互动PK 赢取天猫黑科技逆天服带 我们马上进行下半场 不要打沙泉豹了 那个时候不是跟沙泉豹去 匈养我们实力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青马脑对战 我的顶盖有大问题 我连盖都没有 这下要凉要凉 那一阶的下期绝对是 要么冒火苗 要么冒喷白烟 对节目效果会爆炸 真实的爆炸 对 是的 四位明星经理人 两两对决一威胜的一方 将可以从所有的淘汰的 13只铁甲当中 选择一只归入自己的战队 我们要给四位明星经理人 一个小时的时间 去学习操控铁甲 还是紧张 还是陌生 操控起来难度就很大 早就要回去 没有那么多套路可言 上级就入住了 比赛开始 萨贝宁战队 忍者 红天嵌 重复旗 猫王 今天我们比拳击 来 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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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了 我一点都不怕 这一轮的获胜者是 我只是觉得这个节目做得很残忍 感谢官方战略合作平台微博 上微博 了解这就是铁甲节目最新动态 天气通 精准铁甲操作 精准到分钟级的天气预报 作业帮一课再现听 铁甲秘籍再现学 上微博访问 这就是铁甲话题页 进入铁甲竞猜 赢三星S9手机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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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街舞的年度盛典 雪花飘飘 你最想battle的那一个 那我就选金花吧 北京 这座闪光的城市 改变了所有投入他怀抱的人 也即将改变我 你得赶紧让自己优秀起来 别这儿毛坑不拉屎 你有什么字能够长 就因为你长了一个 有底气的男朋友吗 人为什么来北京啊 这世界很酷